接下来就是做总共二、四、六个按钮 这六个按钮其实很简 主要就是我刚刚秀的 第一个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第一个就是清除 可以清除 清掉 然后可以怎么样 把它全部再输出 不过我建议 因为等一下要做格式化 所以如果你刚刚做完的话 要不然就是再复制一个工作 要不然就是先把那个 设定格式化这个把它清除掉 因为我们要用VBA来做 如果你用原来的方法 那可能会冲突到 会变好像整个都变黄色了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就是要不就是把它恢复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把它清掉之后 所以这边特别说清除的话是从 清除规则 整张规则把它清掉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六个按钮 刚刚如果有些细节假如 不是那么清楚 我又把它录下来 回去再反复看一下 我发现同学好像 大部分同学还是有点不熟 讲有一点好像是 蛮客气的说法 我是希望 如果以我自己的标准 我会花蛮多时 因为尤其像这种东西 真的不能拖揽的 如果你真的要学会的话 每天就是不断要把时间腾出来 然后不断去思考 而且甚至有时候即便没有在电脑前面 像我刚开始学习我还是不断在 脑筋不断在动 就是动作 每一个步骤 怎么去做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些东西真的 把它纳到你的专业里面来 因为真的蛮花时间的 坦白讲 因为这种东西也要真的一下促成 我坦白讲是不太可能的 然后所以你还是要非得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学好了 真的我建议就是你要对它 还是产生一点兴趣吧 至少你愿意接近它 OK 你愿意每天都用它一下 用它一下 慢慢累积久了 你会发现越来越熟练 那工作起来 其实应该也会越来越救手吧 我觉得 而且感觉就会 就是工作会变得蛮有趣味性的 我不知道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 就是说 你无论做任何事情 好像感觉都会在那个 就是被需要的那种感觉吧 OK 所以相对起来的话 工作当然也不完全 只是为了 为了糊口饭吃吧 你还有更高 可以是 可以是种 你把兴趣结合进来 OK 像有时候我做一些事情 其实都不一定有原因的 只是一个兴趣 像接下来的话 我们后面会做 后面总共有六个按钮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 第一个按钮 第二个按钮应该蛮简单的 第一个按钮其实就是什么 把公式全部丢过来就好了 清除的话就把它全部清空 其实这个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些前面有些都写过了 所以我就直接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程式 第一个的话 我一样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sub 也许可以先从清除开始吧 清除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写 写这样子 然后把B栏跟到E栏全部清空 写这样就可以了 它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清空 所以反正同一列 这一列清空换下一列 换下一列 所以如果你有多栏的话 你可以同时写在里面就好了 再来的话就是再把乐透彩的公式 就是直接把这个复制贴过来而已 所以其实这边基本上没什么技巧 就跟前面一样 就是把它公式复制贴上 从这边有没有把它复制 然后贴到 如果里面有变动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A2变A3 那就是I的地方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边贴过来 然后改一下 改哪里呢 改这个就可以了 A2变A3 所以你就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再加一个I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OK 那你会发现定义名称不用改 要不要锁 不用锁 什么事都不用做 贴上就OK了 那你想说老师呢 这个A2这个可不可以也把它变成名称呢 那变成名称的话 我是不是就连改都不用改 答案就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你这边A2 假设你说A2在哪里 A2在这个吧 有没有 A2 那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A2 先把号码这两个字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待会我们只要选A2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就把这个范围的名 这个范围名称就是刚刚我复制的那个名称 叫号码 Enter过 那他以后呢 如果你这一列 他就是抓一 这一列就抓二 所以你如果说像刚刚 如果你热透彩那个地方 假设你不用A2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这边我也直接这样改好了 你直接可以把这个A2改成什么 F3 改成号码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列他会自动抓这个 这一列会自动抓这个 可以特别注意 他是相对未知 那也就是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里面就直接怎么样 复制 取消之后 把它整个贴过来 一个字都不用改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你也不用改了 因为他只要改102就好 有没有 102嘛 所以以后定义名称之后 假设你全部定义好 你根本连改都不用 我看一下这边根本 这个可不可以改 这也可以啦 就是这个 指的是这两个 如果你以后有很多蓝的话 你要一次全部定义名称 像刚刚是 给名称 然后选 给名称选 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连名称跟底下之下一起选 Ctrl-shew向下 两个蓝位有没有 甚至合计也可以啦 这四个蓝好了 这四蓝一起选 选的时候特别注意 要包含什么 包含他的那个上面的名称 刚刚没有包含吧 你可以用什么 公式里面有个从选举范围建立 跟他讲说我的名称在顶端列 那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把下面的范围 对应到上面的名称 OK 所以特别是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有多蓝的话 他可以一次建多个名称 所以像刚刚不是五个 你就可以五个一次就建完了 你就不用傻傻的建很多个 按确定 我们看一下 名称管理员 有没有 那开奖101 不 这应该是101 不过101 他不能用那个 数字开头 所以他帮你加个 那个底线 有没有 OK 所以你这边可以怎么改 这边的话你可以改成 F3 等号 然后这边就101年的几率 加上 F3 102年的几率 有没有打个勾 这样子 向下填满 有没有 这个 这个也可以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号码 F3 改成号码 打个勾 OK 这边也是向下填满 这个也是变名称 这个呢 这个也可以 这个的话呢 这个指的是 就是合计 所以你按F3 这个是合计 这个呢 F3 也是合计 这样按确定就好了 向下填满 不过可能会有同学 confuse 这边合计 这边也是合计 不过特别注意 他第一个合计指的是 他只要一个 所以他会抓 他同一列的这一个 那下面REF是一个范围 所以他会抓整个 OK 会有差别 会根据他要的资料 是要一个还是整个 会有所差别 那如果说我全部都改完了 然后呢 也都是变成名称之后的话 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丢到VBA的话 就只要什么 复制之后 取消 再把它贴上 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复制 取消 直接贴过来 这样子呢 一个字都不用改 有没有 定义名称 配合VBA 只要丢公式出去 会不会成功呢 我们看一下 清楚 丢公式 全部OK 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一招 但是前提记得 要把什么呢 所有只要看得到的 储存格 范围 都要定义成名称 所以我刚刚主要定义这个号码 跟什么呢 跟101年102 跟那个 还有什么 合计 排名其实好像不用吧 OK 这边的话就是从什么 我把这边再做一次给你看 所以刚刚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这五个 我把它删掉 我重做一遍 其实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怎么做 把这个整个选起来 Ctrl-Shift向下 然后你可以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就OK了 如果名称 假设删掉 它刚刚会产生错误 有没有 Ctrl-Shift向下 就我刚刚这几个 删掉 它会出现什么错误 Nate 有没有 找不到名称 OK 所以我就 把它再 建起来 就OK了 就再把它贴到VBA 其实就简单许多 所以 定义名称配合VBA 真的非常简单 只是说你们可能要熟悉 又要多熟悉一个叫名称管理员 然后从选举范围建立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可以把什么呢 把那个名称先建立好之后 再 把它丢公式到VBA 试一下